这里是卓州市的西茨村 那么这里距离静雅学校大约有一公里 而且周围全部都是积水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是从积水区域已经驶出来这样一辆的平板的卡车 那么卡车上呢 是全部都是从学校安置点内转移出来的受灾的群众 驶出积水区域后呢 大家依次下车由大巴车统一转移 或者由亲戚朋友接走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道路两旁的店铺呢已经关门 人员呢也完成了转移 那大家来看啊 这里地势呢是逐步降低的 那么水深也是在不断的加深 那在道路中部呢不断出现这样涌水的情况 那么说明啊这里及周边的水位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积水退去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距离我不远处呢 就是来自河北唐山苍州的消防救援力量的集结点 转移出来的群众呢也在这里进行交接 目前呢救援工作也是正在进行 我从西池村工作人员也是了解到啊 在静雅学校安置点呢 一共是有来自周边六个村庄的1400余名群众安置在这里 那么受积水影响呢 安置点内的水电和通信是中断的 所以说救援也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 那么救援人员介绍呢 现场的积水是比较深的 通往安置点的道路呢水深在一米左右 而且呢这条道路大约是有一公里 所以说也是比较长的 特别是在学校区域啊 由于地势较低 学校区域的水深呢也是在三米左右 由于夜间能见度较低 以及水域情况比较复杂 特别是水下障碍物较多 尖锐物体呢会导致橡壁挺破裂 消防人员为了避免救援转移过程中 出现对被救者的二次伤害呢 因此呢在昨天晚上的重点工作呢 是对水域行进路线呢进行一个侦查 那么在今天凌晨开始呢 消防部门呢也是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员 救援和转移 目前呢救援人员采取接力救援的方式 提高救援转移效率 唐山和苍州消防救援支队的一百余名 救援人员呢正在进行救援转移 由于学校区域的积水很深 救援车辆无法进入 所以呢他们将被困者从学校建筑中 转移到橡皮艇上 然后呢由橡皮艇转移到 学校门口道路上的平板卡车 之后呢再转移到我身旁的安全区域 那么在校园区域呢 由于空间有限 而且呢水流是比较湍急的 所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呢 救援人员是投入了六艘橡皮艇 参与校园区域的转移 谢谢 谢谢大家